是不可缺少的 毛主席在沿岸文移座的会讲话 这个大家都说过 在庆祝这个讲话六十年的时候 我写过一首诗 这个诗是 主席讲话苏星芬 一文艺单位工农兵 打仗建设你小心 人民江山乱年春 我希望我们年轻的艺术家 我们和像老艺术家一样 认知的也好自己的角色 为社会服务 为人民服务 这是老人们这个 这个 共同的愿望 我记得是六十八岁 八十六岁了 你看着你六十八岁年轻 我过去我喜欢文艺 我跟很多老的艺术家 有朋友的关系 好多人都已经离去了 他们在人民心中 永远忘不了他 我希望文艺兴演员 像老艺术家一样 使人民永远忘不了你们 永远记住你们 学习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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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无论是什么样的时代 但是我们的创作理念是不变的 那就是心中装着人民 从人民中来 接下来我们四位演员的代表 也可以向我们的江振来说一说 你们的这份英雄情节 每人可以用最简单的话 对韩将军想说什么 我来 我 我 我曾经依偎在你的身旁 静静聆听你心跳的声音 那么美丽 令人着迷 有什么能逼得上你的笑容 找下一点点影 吼你的脸 爱的灵影 被你叫醒 热的脚步走不出你的思念 离开你越远 想你就越多 我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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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想在你怀里把你的手紧握 想让你 练练过却滚烫的人血 从我的世上远远远过 我爱你如果 我愿意是你最想盛开的花朵 雪花里仍然有那多目的颜色 吻吻着所有的寂寞 我爱你终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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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让你 练练不见滚烫的人血 从我的心上远远远过 我爱你终于我 我愿意是你最想盛开的花朵 雪花里仍然有那多目的颜色 满满着所有的寂寞 雪花里仍然有那多目的颜色 满满着所有的寂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 那接下来我们将要揭晓的是 朱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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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是我们的 朱一龙 发表品质感言 大家好 我是朱一龙 朱一龙 感谢主持人 感谢SFG 朱一龙 然后感谢东方卫视 朱一龙 很高兴能够得到这个同意 然后 朱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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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朱一龙 朱一龙 对 朱一龙 十龙 朱一龙 朱一龙 朱二龙 人 然后就不见了,所以特别的默契跟他演戏,我觉得也特别的开心 然后谢谢S&P,谢谢东方卫视,谢谢Jeff,谢谢景言 然后还要谢谢王中磊老板,还有这部戏的就片人刘涛先生,或好男先生 还有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们,我们会继续努力,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和东方卫视,在东方卫视跟他见面,谢谢 好,湖山有请 我觉得我刚才一定是被我,就是看到那个里面,就是刚才听到你们的假发吓到了 很开心,然后要感谢华谣的王总,感谢刘涛哥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和今夜导演还有编剧王宁平老师这样一个合作的机会 然后也谢谢他们给了我一个和郑海在知青春五年以后,我们也有一次这样的合作的机会 那其实这个鼓励对我来说是我的第一个抛去的这样的一个鼓励 我觉得很开心,然后觉得很珍贵 然后希望从今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有品质的作品要专门,谢谢大家 祝福两位,我觉得两位真是很有缘分 五年前知青春,五年后好久不见 希望这份迎听情缘还能继续去醒 再次祝福两位,谢谢 也再次恭喜两位,美丽之心好,他们所传递的时尚女优雅 如同我们的水冬柜族版翠山,引用天然矿土的魅力一样 让人回归无穷 再次恭喜两位,也谢谢两位品质推荐,谢谢 谢谢你们 那今年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在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中 电视剧工作者心怀崇敬通过一步又一步的品质加作 进入英雄,塑造英雄,勾割英雄 这一个又一个鲜活而又生动的路程形象 通过电视营读传递弘扬古书主义和爱国情怀 凝聚力量的其中一个人性 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几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迎评英雄为我们讲述他们的英雄情怀 我们讲述他们的 bağla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认为很多演员的魅力其实是活在角色里面的 如果能把一个角色的魅力尽力的释放出来 那就是一个演员的成功 接下来呢 我们向大家介绍两位独具魅力的人 请看大家 他 是好久不见里面 帅心乐观的创业女孩 在真正影响和爱心的圣竹铺上 希望无钱 你真的觉得钱和房子能买到你钱吗 同一些国宝性下 魅力四射 郑凯 他 是好久不见里面 因为心无形的霸道救财 在财气与心感的困局中 经历人声蜕变 我一定要见一个光明磊落 见得了光 这样一个方向 鲜活而深刻的表演 魅力全开 恭喜 杨紫山 郑凯 欢迎两位 恭喜 杨紫山 郑凯 欢迎两位 登台 再来请学习你们的 武器武器之王 警察 李宗凯 欢迎三位 李宗凯 欢迎三位 李宗凯 欢迎三位 来自个舞台 好 谢谢 好 谢谢 其实这部戏,我们整个剧组所有的 其实这部戏,我们整个剧组所有的剧组 在这里呢,我们也想恭喜新世界剧组 因为你们也获获了年度七代剧 先来看看《天花》 有点感冒啊,所以声音有点说不出来了 您的感冒是不是孙宏雷传给您呢? 我发现今天来的嘉宾 啊,朱一龙也感冒 是的,我今天发现来的嘉宾感冒的非常多 看来这个流感很严重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 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少佛表演 还有宏雷哥一起来介绍年度品质版本这部剧 今天到盛典来呢,会感觉非常开心 然后也说不到了很多 更加领会了演员的意义和品质的意义 当地的播放料,无数关注的感情 传逸的热血和真情和感动 欢迎你们 明治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周较欢迎 那么接下来我们欢迎美好生活剧组登台 那接下来我们又回来掌声欢迎归续来剧组登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